阿蘆哈 大家好 朋友們在貓咪大戰爭時間啦 好 那今天是我們12月9號的時候囉 那大家如果打開了我們貓咪大戰爭的話 就會發現一個超酷的轉蛋卡池出現啦 就是我們這個期間限定轉蛋開始 那這次基本上是我們這個紅色破壞者 跟漂浮破壞者兩個轉蛋同時在線 那一開始我原本以為他們是兩個合在一起啦 不過好像就只是就是把他們就是 兩個卡池合在一個那個轉蛋卡池裡面 就是你可以抽紅色破壞者 也可以抽我們的漂浮破壞者 所以基本上兩個是同時進行的喔 這個好康轉蛋真的是要了哲平的命欸 那今天我們應該是就是 紅色破壞者跟漂浮破壞者 各抽一次好康轉蛋 因為好康轉蛋的話基本上 要到我們2000多罐頭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必中的那個階段嘛 那我們就是兩邊都各抽到一次必中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獲得我們的貓飯拳派派 或是我們的閃電機兵飛雷喔 這兩隻角色的話其實 我都還滿喜歡的啦 因為畢竟他們都是這個系列裡面 雖然是一隻大獎的角色喔 那我當然是最喜歡我們的貓飯拳派派啦 所以我不知道我本帳可不可以跟他見面 因為我的分帳的話 基本上我的網頁版那些都有抽到我們 這個就是貓飯拳派派 但是我的那個就是本帳 一直都跟這幾隻角色無緣喔 那好像還滿多人跟我講說 貓飯拳派派跟那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雞兵飛雷 基本上都好像還滿好用的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試試看 看一下手氣 能不能把他們給帶回家喔 最好是兩隻都可以帶回家啦 那西遊轉蛋這邊的話 目前來說就是這兩卡是分開的啦 只是他們同一個時間進行喔 因為以前來說的話 基本上這兩個系列的話 不會在同一個時間開始 因為通常都是開一次這樣的感覺 那目前來說的話有兩天的時間 今天跟明天大概都抽一次我們這個... 好康轉蛋吧 反正我們目前罐頭也是很多啦 我是希望可以趕快把我們的這個... 貓飯拳派派給他帶回家囉 好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我們紅色破壞者喔 紅色破壞者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的... 古代軍團我有了 欸?! 所以古代軍團也是給紅色敵人大傷害的欸 欸我現在才知道欸 然後淘太陽我也有了 白兔女俠我也有 然後卡姆庫拉這個龍神我也有 那這個龍戰機的話基本上我也有 是我的首抽喔 那一打正宗的話我沒有 那其他後面三隻我也... 後面四隻我也有了 這個悟空啊 然後機器貓跟冰雪貓 跟我們那個雷神三迪亞喔 所以這整個系列的話我就差這個... 一打正宗跟我們的那個... 貓飯拳派派沒有了 所以就來看一下機會 那貓飯拳這邊的話是移動速快 對上紅色敵人時發揮絕大的戰鬥力喔 給予紅色敵人超大傷害 且對紅色敵人耐性很耐打 就是一隻坦克再加上一隻攻擊力輸出手啦 那進化之後的話呢 那個能力也是一樣的 所以應該是就是三圍不同喔 那這隻角色好像拿到之後呢 就可以很輕鬆的打我們地獄門啦 但是我都還沒用他來打過喔 好 那我們就先從我們的... 紅色破壞者開始抽啦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把我們的... 貓飯拳派派給他帶回家 先從我們300罐頭開始啦 那基本上這個轉蛋雖然他... 我覺得如果你是歐洲人的話 這轉蛋算是還蠻賺的 因為基本上他可以讓你多抽很多次轉蛋 但是如果你是非洲人的話 還是要吃那個超級必中的話 那你必須要花到我們2000多罐罐 才可以抽到我們超級必中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像我們這個紅色破壞者 跟那個漂浮破壞者的話 他是只能就是有這個好傷轉蛋啦 所以你要抽到我們貓飯拳派派 或是我們的那個... 雷電機兵飛雷的話 基本上不是用白金券就是用這個方法啦 好 第一隻是八條貓 第二隻是誰呢 第二隻是我們弓箭手貓貓 欸 好久不見的面孔又回來了 嗨 短手的弓箭手貓貓 第三隻 好 這是我們的車輪貓 通常我都不會抱有太大的希望啦 這個系列的話就是偶爾就是抽抽 然後看一下運氣的喔 好 再來是我們五次的這個750抽 來 Let's go 這邊的話基本上是5顆轉蛋啦 通常這個系列你只要在前面中了一隻超級貓貓 的話你就還蠻賺的喔 好 第一隻是我們雞稀有的橙桿條貓貓 沒有問題歡迎你 再來是我們的超能力貓貓 OK 歡迎你來換NP 第三隻是我們的舉重貓喔 舉重貓的話基本上他 我記得他是打黑色敵人比較大的傷害啦 我之前以為他是坦克 不過有觀眾來糾正我了 感謝觀眾給予一些意見喔 第四隻是我們的 唉唷 是我們的貓咪大戰爭的親女兒喔 我們的萌萌貓 OK 沒問題 這隻我應該也有了喔 萌萌貓好像每一隻都有了 我是萌萌貓收集部隊有沒有 第五隻是我們的速解貓 速解貓的話就是打我們不死敵人的一隻還蠻好用的角色啦 所以都可以把他升上去喔 而且現在好像有蠻多隻貓貓都已經升滿了喔 好 再來是我們的1050喔 這個超級必重喔 我們就要看一下今天必重會中誰 如果沒有中到貓飯全拍拍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中到一打正中啦 這樣我的那個紅色敵人部隊應該就已經滿了喔 好 第一隻是我們的貓咪陰陽師 再來下一隻 是我們的占卜貓貓 歡迎歡迎 歡迎來到我們的NP兌換所 第三隻 是我們的 唉唷 好久沒有湊到這個了喔 這個是我們的漂浮貓喔 這隻角色真的是超好用的 漂流貓啦 漂流貓 他在打我們的未來篇跟宇宙篇的話真的是超好用的 所以大家看到他的話 絕對要把他給他練上來喔 下一隻 是我們的 唉唷 班長貓 班長貓最近其實我們在打那個真傳奇關卡的時候 也發現他真的很好用啦 因為他是可以暫停我們那個真傳奇關卡的角色 所以還算是不錯喔 下一隻 好 又是營養師 我已經忘記這隻第幾隻了啦 所以接下來的話 不知道欸 我還滿想要看到貓飯全派派的 貓咪營養師你有沒有看到貓飯全派派 有阿 他就在我旁邊啦 是發條貓 那這隻的話下面應該就是最後一隻了好不好 發條貓你有沒有看到貓飯全派派 有阿 他就在我旁邊啦 好啦 這次的話共孤好不好 這次我們抽到的是我們的悟空 悟空基本上我也已經有了 所以就 也還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今天就先抽這樣 明天再來抽一下好了 因為我對於貓戰全派派真的有一種就是 很想要抽到他的魔力啦 所以我們明天再來抽一下喔 好 接下來的話我們這個漂浮破壞者啦 那漂浮破壞者的話裡面的角色 我好像有滿多沒有的 像我們的那個 梅基多拉阿 然後那個什麼 梅基多拉再加上我們的那個白鶴貓 我還沒有喔 白鶴貓小宇宙好像是一隻非常厲害的角色 因為他的攻擊距離非常遠 所以像這個的話如果有抽到那個白鶴貓 或是我們的梅基多拉的話 我都應該算是滿賺的喔 來看一下飛雷的能力 移動輸入快對上漂浮敵人發揮絕大的戰力喔 給予漂浮敵人超大的傷害其實很難打 但跟我們那個阿 紅色的那個貓飯全派派差不多 只是他是對於我們漂浮敵人的那個 有那個提升的喔 我覺得這隻也很帥喔 因為我覺得對於機甲的那個角色的話 我自己也是滿愛的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進行三連抽 這一次基本上其實我真的不是很推薦 就是大家如果你不太會去買罐罐的 或是不會太去買禮包的人的話 建議就是不要抽這個卡池 因為這個卡池的話 基本上你要花到兩千多塊喔 兩千多罐頭 你才可以把一個那個超級貓帶回家 其實就真的還滿虧的喔 好 放在兄弟貓 這隻的話我覺得打海豚還算是滿好的 所以打專程期關卡或專程期關卡的話 都可以再上場會不錯喔 那這個的話我也把它進化成三階那個冰雪貓啦 因為之前在打我們宇宙片的話 很多觀眾一直跟我講說 他進化成冰雪貓非常的好用喔 哇 倉庫已經滿了 我先清一下喔 好 這邊清完倉庫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來抽一下這邊的五次喔 通常啦 真的抽這個轉蛋的話 我都不會抱我太大的希望喔 所以我接一... 欸 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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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喔 呵呵呵 那這邊的話還算是賺 因為你只要在這個裡面的話 前面就是必中之前有抽到一隻 我們超級貓貓的話就真的很賺 但是我的風神溫地好像已經 不知道加到多少去了喔 好像有點多 然後再來是我們薩滿貓 好 這次的話算是還不錯喔 這次第一隻的話就是我們一隻超級貓貓了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最後一隻 如果是飛雷的話喔 我真的是馬上把我的XP全部灌在他身上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好 再來是跳跳貓 歡迎 下一隻是我們的貓咪營養師 抽我們的破壞... 紅色破壞者跟漂浮破壞者 都很常會抽到我們貓咪營養師喔 很常將近有一隻角色喔 下一隻 哇 欸 這次超賺欸 哇 但是... 但是我基本上都已經有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真的是超級賺欸 這一次的話 我們還沒有抽到必中喔 就已經抽了兩隻超級貓貓了 那我覺得接下來的話 很有可能有機會好不好 飛雷要降臨了好不好 飛雷應該要降臨了 接下來的話其實 梅基多拉或是小宇宙啦 我都還滿希望的 如果可以的話好不好 那最好的話就是來個飛雷好不好 拜託 我很久... 我根本幾乎沒有抽到過這種角色欸 我的那個... 紅色破壞者跟漂破壞者 這兩隻角色我都還沒有抽到過 我還滿想要的 好 第一隻是我們短手弓箭手貓貓 第二隻是我們的生女貓 前面那一次真的還滿賺的 一次中了兩隻超級貓貓 算是還滿OK的喔 第三隻是我們的人魚貓 這隻的話就是我們攝影師貓貓啦 打那個漂浮敵人的話算還不錯喔 再來是下一隻 第四隻是我們的幼式生女貓 這個不知道這卡池是不是 專門就是抽打漂浮的 所以生女貓應該也是打漂浮的感覺喔 第五隻 那弱骨獸 應該不是啦 他是隨便給你的 所以弱骨獸也出來了喔 弱骨獸最近表現得還不錯喔 所以我覺得還滿OK的 第六隻 好 應該是下一隻了 這邊是七抽嘛對不對 來 這邊的話就是 弓箭手貓貓有沒有看到雞兵飛雷啊 有啊 他就在我旁邊啦 我最近好像跟地龍 好像滿有緣的對不對 最近是瘋狂抽到地龍欸 我的天啊 為什麼最近都這麼喜歡給我地龍啊 我真的不是很開心欸 這到哪裡都有地龍真的很麻煩喔 好 那我們今天最後的話 我們來打一下我們這個LV17的關卡喔 來打一下喔 裡面基本上都是我們一般的敵人 還有我們的波動生物 所以基本上用我們昨天的那套部隊的話 應該是OK 我們最後的話是在打我們那個 就是有波動傷害的那個部隊喔 來看一下我們LV17好不好 那明天的話應該還會再抽一次啦 因為我其實真的還滿喜歡抽那個就是 紅色破壞者的就是貓飯全拍拍喔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喔 好 那這一次的話也是好不好 不只我所料啦 全部都被換掉 但是有留一隻豪鬼給我們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可以看一下 豪鬼打一般敵人的實力 到底有沒有很厲害喔 不過這一次好像有一隻啦 這個 班儀迪克彈好像是可以就是 扛住那個波動傷害的角色喔 所以這隻的話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的盾牌有點少 我們先叫豪鬼出來就對了好不好 好 豪鬼先登場 然後我們現在只有一隻那個大款小貓 不過現在豪鬼登場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豪鬼是打一般敵人超大的傷害那種感覺喔 那後面的話再疊多一點那個班儀迪克彈 因為就可以來扛住一下那個波動的傷害 因為後面的話有一隻那個波動犬圈啦 那波動犬圈的話應該也是一般敵人喔 所以應該是可以靠豪鬼來轟一下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還有機械噴噴 機械噴噴也給他叫出來 好久沒有看到了喔 好 這邊準備要碰塔之後呢 應該就會出現我們那個.. 呃.. 波動犬圈了 哇 超大隻的機械噴噴 揍爆他們啦 好 這邊的話應該是OK喔 然後班儀迪克彈走的有點慢 但是應該還算是OK 先等他過來 呵呵 好 這邊波動傷還沒打出來喔 看一下豪鬼能不能趕快用他的 波動犬圈把他給打死 應該是可以喔 好 我記得這隻角色好像被KB一下 他就會掛掉一樣的 有有有 這邊來了 有沒有 我們班儀迪克彈是能夠扛住波動傷害的 因為我之前打我們貓仙人的關卡 我記得我有用他來扛住波動傷害來打一次給大家看 所以我還記得喔 我只要有用過的貓貓的話 我基本上都還是會有一些印象 忘記今天我們要把這個拉開了 有沒有 這邊很OK耶 這邊我們的豪鬼阿 好險是有豪鬼 不然其實我覺得這個陣型的話 應該很容易就被爆開了 這邊豪鬼基本上請他射很多 把那個豪兜卡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他給幹掉了 沒有問題喔 其實這關剛好是全部都是一般性敵人啦 如果這關有逆施的話 應該也是打得滿輕鬆的喔 OK 這邊把我們波動犬犬給幹掉之後呢 應該可以順利取得我們這個 Label17關卡來勝利了 那Label17關卡這邊的話 澤平這邊是全部都是我一般屬性的敵人啦 所以對方打起來還算是滿輕鬆的 剛好有給我們一隻豪鬼喔 感謝系統啦 唉 呵呵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就是介紹我們 就是稀有轉蛋這邊一個還滿特別的一個轉蛋卡石啦 因為以往來說的話 他們兩個不會同時並行的 雖然其實同時並行好像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因為他只是讓你花更多的罐頭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很喜歡我們這個貓飯全派派 或是我們那個雞兵飛雷的話喔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你有在買禮貌的話 我是可以來碰碰運氣來抽抽看 那如果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還是去買白金券直接把他們抽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明天的話應該還會再抽一次吧 因為我還是滿想要這個紅色破壞者的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把貓飯全派派給他拿出來囉 那你們這次有沒有抽我們這兩個轉蛋卡石呢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在這邊留言告訴澤平 你們抽到哪些角色囉 那明天早上十點鐘 那我手點跟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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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點跟點點點影片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我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